念佛保康宁 想来想去 周沁南先生就决定去杭州天竺山祈求 佛菩萨求您灵感保佑 赐给我一个儿子吧 果然后来他的夫人就生下了一个儿子 取名周乃勋 周乃勋生下不久 他的父亲就去世了 于是他们就搬到西塘居住 娘 乃勋真是聪明 只要看过一遍就把书全背了起来 周乃勋小时候跟着姐夫念书 就能过目不忘 所以他在十七岁就已经有了功名 因此志中一代的人都晓得他的名字 由于清末废除了科举制度 周乃勋就进入上海理科专校 学习理化生物 毕业以后就担任老师 老师 我们今天是不是要做实验 哎呦 他死了 老师 这只青蛙不晓得为什么死了 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 周乃勋看见学生不小心弄死了小动物 心中非常难过 从此以后就决心吃长素 归一了三宝 开始念佛 因为母亲的劝告 她才又继续教书 同时在休假日 为一些青年学子讲解佛法 周乃勋侍奉母亲非常孝顺 同乡的人都认为她是个孝子 虽然大家都说我很孝顺 可是娘病了这么久都没好 连父母的病都不能代替 这哪算是尽孝呢 于是有一天早晨 她就起来焚香礼佛 并且刺破手指头 用血写了拿摩乌弥陀佛六个大字 和愿同念佛人共生极乐国 见佛了生死 如佛度一切 这二十个一寸大的字 希望能为母亲祈求康宁 当天她母亲的病 竟然豁然痊愈了 大家都说 周乃勋的孝心感动了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